说起厦门的花 石花三角梅绝对当仁不让 道路旁天桥边 随处可见一团团一簇簇色彩斑斓的三角梅热烈绽放 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在吉美越美池公园水上长桥两侧 三千多株三角梅开得正艳 一朵朵梅红色的花团在枝头绽放 层层叠叠 绚烂惊艳 像是为道路穿上了一件耀眼的花衣 三角梅这是厦门的石花 它的花期时间非常长 每个小区各个地方都有 特别好 特别漂亮 装扮着这个城市非常的美丽 因为我之前没有见过这种花 觉得很漂亮 很漂亮 一路上就蛮开心的 风景很好 就是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五月是马鞭草盛开的季节 我现在就在原博院海洋岛 有一大片紫色的马鞭草花 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令人心醉 市民游客徜徉在花海中 感受着紫色浪漫 成片的马鞭草花海 错落有致 花枝高昂 深紫色的小花醋 宛如散状的小绣球 不时有蜜蜂蝴蝶 在花丛中翩翩起舞 市民游客纷纷举起手机 记录下这幅动人的好光景 跟我两个朋友一起来 马鞭草就很漂亮 然后就心情都很好 然后就想要多拍一张照片 觉得能够留下很好的回忆 看看花草嘛 感受一下这些大自然的能量吧 一片紫色的花还是挺浪漫的 根据不同时节和时令花草 袁博院会策划不同的花卉展览 还会举办一系列配套活动 为大家提供多样化的游玩选择 五一期间火冒原播院运营公司 在原播广场还举办了多民族舞蹈的特色演出 并且还有好吃好玩的刺激 市民游客还可以参与各种的互动游戏 感受节日的这个欢快的氛围 我们也准备了飞翼戏曲和民族的舞蹈 提升市民游客的这个游园体验 一朵朵娇艳的鲜花 拌亮了城市的颜值 让市民游客感受到厦门的生态环境之美 与此同时 厦门的花卉产业也诚实发展 不断做大做强 为产业振兴 增色 天香 这个五一假期 唐朝园艺科技园区 正在举办2024厦门国际花卉新品种展 展览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 作为我是最大的现代化花卉生产企业 唐朝园艺持续培育研发新优品种 尤其是适应亚热带气候 耐高温 抗病性好的花卉新品种 目前 唐朝园艺从国际引进和推广的花卉品种 超过一千种 山海健康部到美海花台 想按香山花海等多个网红打卡点的 花卉布景都有企业的参与 远区还建成了华南区域最大的 花卉育种育苗基地 唐朝园艺即班纳利中国育种中心 这是德国班纳利公司在全球的第四个育种中心 如今 唐朝园艺不仅侧重研发育种 生产种植 还打造了花卉家展览 花卉家观光 花卉家盐学等多种业态 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 唐朝当下也是在重点打造一个 全国第一条花卉工厂化旅游线路 那大家到这里了以后 他们不仅可以赏花 而且可以来这里亲子遛娃 甚至美学摄影 以及上一些团建的活动 都可以在我们这个产地开展 谢谢大家